当一个人在觉悟中 他已经在进步中 先有觉后有悟 没有觉不开悟 一个不了解自己身体的人 他会把身体弄坏 一个不了解自己错误的人 他会把人格弄坏 菩萨的觉悟 那是一种自悟 人性的觉悟 那是一种见悟 只有人的开悟 才有菩萨的觉悟 一个人只有活在佛海中 他才会拥有真正的生命 佛的觉悟 是一种真正的解脱 人的觉悟 是走向解脱的开始